恐怕魂殿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自己收集的灵魂体会成为萧炎的助力 魂殿要那么多灵魂体做什么 那魂殿又为何尤其喜欢炼药师的灵魂呢 在斗魄苍穹中 与地有关的有三样东西 斗地 地品丹药 地及灵魂 这三样都可以说是到了地境 其中地品丹药是能够帮助斗圣成为斗地 但其大陆上已经万年没有斗地了 一旦达到地境 战力可不是斗圣可比的 三上云蓝宗 萧炎知道物护法是灵魂体 萧炎抓住铁护法之后 用一火制烤铁护法 得知魂殿的一点点消息 但铁护法是魂殿最低级的护法 并不知道魂殿寻找灵魂体的原因 黑角欲萧炎见到再次复活的寒风 才知道魂殿有一种秘法可以控制人的灵魂 物护法用的锁链 就是控制灵魂体的工具 也可以让灵魂体借助人的躯体再生 后萧炎带队血洗人殿 发现魂殿囚禁了大量的灵魂体 并抽取这些灵魂体的灵魂本源 萧炎才知道魂殿 可以利用这些灵魂体达到递进灵魂 所以魂殿要抓捕灵魂体 抽取灵魂本源 萧炎从这里带走数百万的灵魂本源 炼化这些灵魂本源之后 萧炎达到灵魂大圆满 后萧炎在萧玄的帮助下 吸收了天幕的灵魂本源达到递进灵魂 至于魂殿尤其喜欢炼药师的灵魂 也跟成为斗地有关 万年来斗气大陆上 缺少九星斗胜成为斗地的本源之气 但是驼射古地洞斧中 有一颗地品除丹 这颗还没有炼制成功的丹药 含有本源之气 但是因为没有承丹 强行服用能量爆发会导致暴体而亡 所以需要九品的丹药辅助 魂殿喜欢炼药师的灵魂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炼药师的灵魂力量要高于常人 这对成为地境灵魂帮助更大 第二需要高等的丹药 灵魂力量越是强大 真正成为地品丹药的可能性越大